就這樣啊 結論啦 民眾黨在這次中共大選 就是錢亂花一通 賬亂報一通 所以導致這一攤爛賬嘛 戴利林說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今天我退一萬步講哦 四百七十五萬 我等一下會講細項爭議給大家看 我們大家都有選舉多半活動嘛 他就算賺四百萬又怎樣 是你民眾黨亂花錢才是問題嘛 所以講白是這樣嗎 一個怨打一個怨哀啊 所以我覺得戴利林 昨天有上節目稍微講一下 還是對的 為什麼我把前行三個事情 講清楚啦 帶領三件事啦 第一個事情九百多萬 他不認嘛 這九百多萬你報去監察院 他真的沒拿到啊 所以他跟柯總部立場不同嘛 這個講清楚很好 第二個有一筆一千多萬 就叫執行費 後來他上節目講清楚 那是廣告費 講清楚很好 第三點就今天要討論的啦 就是台南跟桃園 場地費一場四百七十五萬 一場四百五十萬 到底是在賓什麼忙啊 講清楚啦 首先第一個我給大家看 這個照片一看就看清楚了 嗯哼 這兩場看起來一樣嗎 不一樣 來先看一下桃園 桃園這一場啊 你給所有有辦活動經驗 器材經驗 議員立委市長有辦活動的人 這個叫大場 對 插在哪你知道嗎 上面的舞台 旁邊兩邊的信息 這是大舞台 有燈光啊等等 這一看就大舞台 台南這場這叫什麼 比一下好不好 這叫小舞台 差太多了吧 這兩場一看 有眼睛說這兩場是不一樣規格的 柯文整的競選總部 不管你給誰做 這兩場你跟大家講 桃園這一場四百五十萬 台南這一場四百七十五萬 你這樣亂報嘛 啊 這所有有選舉經驗的 這兩場的規格絕對不一樣 上面這場的價格絕對比下面這場高 你可以抱出來跟他講這是四百五 這是四七五 你這場不是亂報什麼是亂報 所以我們回來就要檢視嘛 今天大家說這個四百七十五萬 到底貴不貴 當然 呃台南的主委 我們民進黨的主委 郭國文也是立委 他跳出來說 哎我們有一場座談會只要十八萬 我也把郭國文立委的那一個單 去認真看完 沒有 我有請我辦公室同仁 跟他辦公室聯絡 就那幾個廠商要介紹一下 因為真的蠻便宜的哦 但是就算沒這麼便宜 OK 實務上我們列出來嘛 這一場台南的肇事 如果一 如果就一 我今天請我團隊算的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舞台 這樣的燈光 大概價值多少錢 我們看一下嘛 舞台八十萬 燈光二十萬 直播視訊二十萬 連保險 工作長 流動廁所 公讀生 又請剛才講的 人員的時數都算 哦 最多最多最多兩百萬 最多兩百萬 我說這樣 這一場我們也給一些 就是做音響的 做舞台的 然後做場地的 估作兩百五十萬 我跟你講 甚至現在多人辦過活動了啦 如果不是很緊急的狀況 有人說一百萬辦了起來 但我稍微把它往上加嘛 也要有利潤嘛 寬哥也講過兩百五 大概有個利潤嘛 但我跟你講 這一點都不要怪戴利林 嗯 是你民眾黨在幹嘛 戴利林我覺得他有講 講他說法啊 你民眾黨不是最省錢 今天你會租一個椅子要一百塊 你是不是代表你事前完全沒準備 對啊 你都不會殺價哦 你殺價可能沒人要租他啦 就是說我們假設大家都不要說謊話 戴利林講的我們也把它當成他講十多實話哦 那代表你民眾黨完全沒準備嘛 你代表在亂花小草的錢嘛 這才是重點嘛 然後再來我剛才講兩點吧 錢亂花 賬亂報嘛 回應亂回嘛 吳怡軒跳出來講什麼 吳怡軒跳出來講說 哎呀 趙氏跟座談會比啊 是懶差比雞腿啦 是不是真的一樣啊 不是啦 哎呦 沒必要這樣啦 不要以為這是萬華的風格 才萬華選 不要選過吧 選過吧 有那麼粗 不是啦 沒必要這樣回吧 亂回一頭 哎你一個台灣第三大政黨的回法 不要這樣回吧 不是 你可以講不一樣哦 我們都有去精算哦 為什麼比較貴 啊 這樣子沒必要啦 就大家是質疑 你的賬已經被質疑到 每一筆都被拿出來看了 好好回就好了吧 好再來 十年前柯文哲是什麼標準 李延會 我們民進黨前八年人跳出來了 哎 看一下好不好 柯文哲 你的民眾黨的標準是會浮動的 這個情況是李多慧 對不對不是李多慧 李延會 好不要失望不要失望 中小平 是2014 而且這段會被安佑綺檢調 保留為他形象 2014的時候 競選總部 柯文哲競選總部 自己規定是什麼 有一個採購支付作業規定 寫的六頁哦 四個附件 簡單講白話 5萬塊以上候選人合定 超嚴 對 也有點瘋了 5萬塊以上就要候選人合定 可代表什麼意思 你這個400多萬500多萬的 完全沒有發票 報章是不可能的 一場活動 坊間說一兩百萬可以辦的 你辦一場400萬絕對不可能 結果以前這5萬塊以上要 讓候選人決定 結果現在跟大家講說沒有 會計師 選不可以決 會計師可以去登打系統登入 會計師可以沒有發票報900萬 會計師可以一個廣告上面寫 執行費一千萬支出去 會計師可以看台南那一場 別人顧兩百萬 你可以花400萬 所以李延會的講法就是說 柯文哲只是露出原型嘛 民眾黨你是自己揭穿了一切嘛 因為之前規定那麼嚴格的時候 這兩天不是傳出來嗎 柯文哲就嫌說 我要花個錢這麼麻煩 就把那個財務長換掉了 我覺得這句話也不夠厲害 關鍵是這句話 柯文哲怎麼講 帳目怎麼報我一概不知道 十年前是五萬塊後選人 十年後是帳目怎麼報我完全不知道 那為什麼這事情會鬧大 你會搞到一個民眾黨的前主委 跳出來跟大家講說不對 這事情大家看就不對嘛 我再次強調 剛才我們講475萬那一場 跟桃園450萬這一場 你民眾黨你自己報給監察員的帳 你自己的場地費 不是我們在座任何人誣賴你的 這也不是廠商寫的啊 廠商挫敗辦活動啊 賺多賺少有沒有賺廠商跟你的事嘛 但你給我寫場地費你沒有問題嗎 對 然後結果現在吳怡萱跳出來說 懶叉逼什麼什麼 就是你自己寫錯嘛 不然再多懶叉再多雞腿也沒用嘛 不是啦重點在這裡 這個節目要18歲以上才可以 我完全原文轉述民眾黨的講法 你現在是被Grace上身啊 我沒有說差 對我轉述我轉述 好再來 所以這個主委他在乎的是什麼 場地是他去借的 入權執行費都是零元 結果你報給監察院說場地費 四百七十五萬 對場地費喔 然後還有便當店還捐三十個便當 便當店還捐三十個便當 而且很多都是志工欸 很丟臉啦 我自動自發來我自己帶便當 很丟臉啦 地方黨部很委屈啦 這個主委為什麼要跳出來 不自殺正名 我們地方黨部還募了五千坪礦泉水 三十個便當 你們居然給我報索四百七十五萬借場地 你說他要抓狂 難怪抓狂 難怪叫他閉嘴 當然抓狂啊 我不要成為戴罪羔羊 本人在此聲明 我近期沒有任何自殺的念頭 你們最近搞不定的事情 若是想要繼續拉幾個替死鬼下水 我也不會跟你們客氣 我不會客氣哦 所以這是在幹嘛 這就是你的狀亂報嘛 整個大家傻掉了吧 你會做這一筆 因為時間關係 我簡單講幾筆就好 本來製作人今天叫我講什麼 十大罪狀太多了 我講幾點 OK 衛生紙 衛生紙可以報九百多萬 等一下來賓會完整獎 那九百多萬 我跟大家講的行情 小弟剛選完一元一年多 對啊 衛生紙 如果你是陳柏惟那種被 被地方笑的 就只有兩張的那一種 被阿嬤丟過來 阿嬤丟過來 就在那邊 陳柏惟只有兩張 他當時只有兩張 會被往前丟的那一種 那個不到一塊 我們用正常符合標準的 含運費 大概兩三塊到九塊之間 就有那種指值非常非常好的 一般一點一兩塊也有 那兩塊含運費 大概是兩三塊是符合行情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數字 九百四十 九百萬 所以九百萬就好了 九百萬的衛生紙 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代表全台灣在拉肚子 對 就是屁股要有四百多個屁股 或四百多萬張臉 四百多萬張臉 或四百多萬個屁股來用 就多到非常誇張 所以關鍵是什麼 柯文哲的回應 柯文哲被講說那個 那個衛生紙不細講 但我要講他的回應 柯文哲遇到那個 衛生紙的事情 正常來講 我們就發那麼多 你怎樣 對不對 他可以發 沒有 他說沒有啦 裡頭還有一些是菜瓜布 應該還有菜瓜布 對對對 後來我再去查 菜瓜布大概在兩百多萬 菜瓜布就買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但是這樣代表什麼意思 還是有六百多萬 對 但還有六百多萬的衛生紙啊 兩百多萬的菜瓜布 廠商會不會叫去對紙 我跟你講 有沒有做這麼多 你有做那麼多嗎 還有衛生紙誰拿到啊 不少 對 然後因為柯文哲他沒有組織 我要跟大家講這個重點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立委 尤其區域立委 是有組織的 今天你給鍾小平立委參選人 給他一萬包衛生紙 他一定發的出去 給他十萬包也發出去 柯文哲這次地方的立委選舉 哪一個立委真的有選到 讓人家覺得有組織 衛生紙是發的出去的 所以這會被質疑嘛 今天我跟你講 九百多萬衛生紙費 國民黨民進黨 我們都不會質疑 因為你發的出去 柯文哲有多少人 真的拿到你的衛生紙 這會被質疑嘛 而且另外言諾芳也發現 那個計程車吧 130筆 裡面有68筆 根本不是計程車 29筆那個車牌不對 然後呢30幾筆車子已經報廢 所以我才講結論 一團爛帳 然後錢亂花 帳亂報 你當然會出事 謝謝大家